我今年50歲 我的學生愛上我 有女學生被暗戀 同時寫過情書給你 這種話是老師自己親口說出來的嗎 女學生確實有學習放在我國上 但是身為老師不回家過 所以後來求證哪一位學生之後 把他送到輔導師各國的輔導師 太過不太嚴重了吧 對 老師應該是退學算了 我46歲 臉上穿得動令年輕人還不 2 3 46歲 天啊 這個臉好像被圖釘跌倒 鋪到圖釘的桌子一樣 你臉上總共挖了幾個洞 大概可以給你們看都給你們看 不能看了就不能讓你們看 不老之謎大追擊 娃娃臉中年人 王力宏 金曲歌王的至聖法寶 你的舌頭會轉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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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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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對啊 新人真的有機會打歌就要打了 預備 起 謝謝 掌聲鼓勵 好聽喔 高興多 謝謝 哇 欸 你看喔 最近出來這些新人都很厲害啦 所以一些老屁股要注意啦 一不小心就被踹下海啊 你真的要小心 老屁股 老屁股 啊 我啊 對不起 我們還新鮮的 好不好 再來一位 我們介紹天王天后不會流汗的 好不好 余秉賢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再來介紹王立宏先生 黃崩 哈囉 大家好 好久不見 來 歡迎 這個要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八十八學年度金曲獎最佳 男歌手 不是 我差點接方言 最佳男演唱人獎就是我們HOME BOY 恭喜恭喜 新歌現場來一下 OK 不可能錯過你 緣分這件事又夠奇怪 我不期待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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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錯過你 噢 噢 愛情總教人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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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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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知道 和音最炫 你們三個人的可音這一線 你們有被寫信來罵我們嗎 不是 人家那個唱片來講 很即興 很自然 自然就是美麗 R&B的比賽的時候 他其實歌詞不重要 看誰唱最多Baby 還有No 跟Yeah Baby Baby 冠軍 誰就贏了 對 還有一位 陳小春先生 歡迎 歡迎 大家好 小春這張唱片在台灣賣得非常好 是他的第二張專輯唱片 歌每一首都很棒 對不對 現在打到哪一首了 現在應該打到那個叫做人情味 人情味是嗎 應該是 現場就來一下人情味好不好 來 試試看 試試看 預備 Cush Oh baby 你也像R&B啊 你飛什麼啊 熟悉的人情味 baby Oh yeah come on baby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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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你這樣就打歌太牽強了 你不一定要配合Homeboy 你要這樣 你要加得很四段 走 直到分手後 你不難過 你別從前快樂 baby 拿去不得花 腳我如果能夠 太強 手腳都發抖了 我起雞皮疙瘩 對啊 我吐都在這邊了 不要說你們 我也覺得噁心 好 還有一位鍾貞小姐 主持人好 各位新娘觀眾大家好 喔喔喔 欸欸欸欸 妳是 妳是 她是妳的偶像 那位同學 送寫真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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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爆天小姐 送寫真集是不可能 但是看她的寫真集會很送是真的 好 那我們現在馬上進入第一道題目是 腦內大革命 第一題 請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陳小春 陳小春 寥寥可數 嗨呀 哇 也噴一下你的吧 哇 欸 欸你噴到 你有沒有人性啊 你們這桌子其實是要人的命的 真的 是你自己彈開還是沒噴 怎麼會這樣啊 你不能噴到連那個米糕都曝光啊 而且 常常聊聊可數 啊 路易你還吃米糕啊 我不是自己要吃嗎 沒看到人家是又是這樣 你還沒吃晚飯是嗎 現在你要吃米糕 我早飯還沒吃 早飯都還沒吃啊 好可憐啊 可憐啊 答錯還是沒吃 啊 江美琪什麼答案 數不清楚 哈哈 欸 數不清楚 這打算成語啊 數不清楚 數不清楚 大便 我猜是數一數二吧 哦 對嘛 這題不難吧 江美琪你還數不清楚咧 答案就是數一數二 甚至這個人在某一部分成就不凡 排列在前幾個的意思 來照自己 還是我先照 我先照好了 我最討厭人家錄影偷吃東西 我來照 對不起 陳小春的數學很爛 真是豬頭 數一數二都不會 好爛的造句 哎呦 還不可以 你繼續吃你的米糕 還是你要造個句子 數一數二 怎麼情歷的 怎麼怎麼 是什么国语吗 什么 情力的歌手呢 在这个娱乐圈里面呢 很少说呢 算是数一数二的 还急着吃 还急着吃的人 算他对错了 对 第二道题目了 注意点啊 来 Question 2 请看画面猜一句成语 可以 一只大象 一个人爬上去 拘他的牙齿 对啊 而且拘他的牙齿 那个人长得还蛮像我的 你心机太重了 对对对 根本那样的有点像 好 因为大家都没有答案 钟禁有答案 他答案是错的 我們現在馬上再 你怎麼知道還不給他機會 看他臉就知道答案不可能是對 我知道了 哦 咬牙切齒 好聰明哦 好聰明哦 太厲害了 恭喜答對啦 答案就例咬牙切齒 是形容奉行到極點的意思 你注意看到這個人了嗎 他咬緊牙根並且拿著筋子 切得像的牙齒 當然是咬牙切齒啦 你們剛剛沒有注意到 尤其我們這個台灣師大的老師們 你看他咬著牙 你不了解嗎 王力宏不做什麼事情 王力宏不了解 只是形容一種氣憤的感覺 很激動很神奇 可是我覺得 憲哥可是我覺得你們節目很可惡 你們每次都會找一個很大的主題 佔掉整個畫面的百分之九十 然後跟題目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以為跟大象有關對不對 這個情形結果 所以這個掛羊頭賣狗肉嘛 不一定要真正把內容表現很清楚 召具一下 你啊你啊 安排是你的啊 你來啦 你 你啦我不敢啦 那不如我來好不好 來來來來來 我只是隨便說說的啦 好 你來 你來 那個 看到忠貞的寫真集 每個女生都會咬牙切齒 真的 真的耶 你那麼瘦胸部怎麼那麼大啊 早就想問你 小孩子今天心情還很重 知道忠貞要來特別穿那個卡車胸部的衣品 你看看 對 其實我一直停不然會滑下去 很很丁啊 他一滑下不得了 連緬甸通通滑下 再給他們看第三道題目好不好 請注意 來 四十三 請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王力宏 HOME BOY 終於 等一下 在你告訴我們答案之前 當然我們這一個單元 答對三題都是同一人答對 有60萬的獎金 所以現在王力宏 你讓給大餅好不好 能不能答對就差很多了 OK 我真的很興奮 因為我會的成語不多 請說 長話短說 Oh yeah 看王力宏樂的樣子 這題答案就是長話短說 是形容一件事情 用短短幾句話來形容的意思 看到畫面這題應該很好猜吧 小春來 夏威夷 長話短說 我覺得你們兩個人 再不知道你們講什麼 畫一個人 長話短說話 我們才不曉得講什麼 你才在講什麼呢 不容易 大家還沒說你呢 你還敢先講人家 還敢搞到我們聽不懂真是 好好來來 七弟來一個 很猛 吳宗憲每次講笑話都又臭又長 然後觀眾都會寫信 來請他長話短說 欸 哪好理啊 這一定製作人叫你講 對 對 是他叫我講的 好 這幾位都答得相當不錯 今天五位特別來賓 他們算是智商都很高喔 對不對 有答對過一題的請舉手 HOME BOY 兩題的舉手 Oh my God 那其他三位我想奔瓜在哪裡 你們都知道不要講出來 好馬上進入我們大家最喜歡的單元叫做是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糧 真可不露相 露相非真人 想要解密讓你背後不為人間的秘密碼 萬一進入人不巧相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當中 為大家介紹的我們人不可貌相是什麼特殊的單元呢 娃娃臉中年人 娃娃臉啊 那為什麼不選娃娃魚呢 對啊 你在講不對 你題目沒講完整是娃娃臉中年人 月光娃娃臉有什麼好傳奇 要中年人但是去娃娃臉才成的驚訝 更娃娃臉也比不過我們的中國猴 真的真的 他21歲看起來像個8歲的小孩 他是娃娃身加娃娃臉 對對對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他每一位年紀都蠻大喔 但是呢他卻有一個娃娃臉 看不出來他幾歲根本 對對對 國外也有很多娃娃臉 等一下看我們的傳奇回來才問你們 好 我們來看看娃娃臉傳奇 來 擁有一張娃娃臉是每個人夢寐以求的事 醫學報導指出 人類到了30歲就開始老化 皺紋 白髮 脆肉 毫不留情的在他們身上出現 但是偏偏有些人不違背上帝的旨意 年紀對他們一點影響都沒有 他們可以看起來這麼的年輕這麼的漂亮 你40歲了嗎 還是你覺得自己已經老了呢 那麼就看看今天的人不可貌相 娃娃臉中年人不老的秘方吧 厲害了 所以看我們的這個傳奇之後 大家心裡面都會有一些想法就浮現了 對啊 對 尤其在我們國外來講 應該也有很多這個娃娃臉 江美琴應該是比實際年紀來得成熟的 那你提她幹嘛 可是我們家以為我才15歲耶 你幾歲 15歲啊 對啊 我說 你15歲 我19 人家以為我15歲 人家誤以為你15歲 人家誤以為你15歲 真的還差不多 他看起來是成熟的 那大面實際年紀 憲哥你這不是廢話嗎 我看起來一副青道光22年什麼樣子 我從15歲開始的時候 就不斷有人問我說 欸 退伍了嗎 欸 小孩多大了 都是這樣子問 對啊 你看起來也是成熟 對啊 臭老臉 幹嘛罵人啊 演藝圈裡面有沒有娃娃臉 怎麼樣 別變這不就是了嗎 對啊 王力宏不就是娃娃臉啊 王力宏你到底幾歲啊 對啊 你17歲了沒有啊 人家年紀不講 我們不要逼問人家 但你講是別人的 好不好 像別人啊 像美國有一個很有名的製作人 叫做娃娃臉 對 他就是標準的娃娃臉 他真的是娃娃臉啊 他真的是娃娃臉嗎 演那個有沒有 那個什麼 武則淺的那女生叫什麼 潘瑩子 潘瑩子 挖到幾點喔他 他真的很挖耶 對啊 其實挖得厲害 吳宗憲也是娃娃臉的 我也是屬於娃娃臉的 你太客氣了 你幹嘛這樣講 真的啊 那小春應該也有 怪娃娃吧 有沒有 在香港 壞掉的娃娃 憲哥對不起 忠貞有沒有認識娃娃臉 有沒有 我覺得李立貞蠻娃娃臉的 對啊 鐵韻儀也是 對 可是他現在不曉得講什麼樣子 中立體 中立體哪有娃娃啊 很成熟耶 你搞性感好不好 我才講一個 你們講那麼多個 我是想融入你們 你什麼態度啊 講不出來就不要講啊 對啊我是想說因為他約過我 我把他名字講 你小妙臉 我最近怎麼老是搭訕人家的老婆呢 好 我們今天來到我們現場 有五位娃娃臉 娃娃到什麼程度呢 娃娃到讓你們娃娃 娃娃這樣子 很厲害的 所以我們趕快來歡迎他們五位 娃娃臉 GO 你臉都露出來了啦 下來下來 這五位這五位這五位 你剛剛臉都快露出來了 注意喔 這五位真的都是娃娃臉 娃娃到什麼程度 我們這一位 第一位來形容一下 其實他長得還蠻帥的 看得出來啊 人家平常看他的時候 感覺好像林家的大哥哥一樣 好不好 我們來看林順松先生 你是哪裡人 台北市人 注意喔 1 2 3 娃娃 娃娃 有什麼好娃 你又不知道他幾歲 對啊 觀眾們你們太假了 現在觀眾朋友知道 他說命才25歲 看節目要投入真感情 有沒有 看到什麼 看到黑影就開槍 這樣就對了 也不怕物眾有君 請問一下 你們覺得他幾歲 阿上你離他最近了 你認為他差不多幾歲 有 25歲 25歲 阿嬤你親愛的 親愛公公的 25歲 注意了 請問 其實他本身在電腦公司裡面 當經理喔 告訴大家 你今年幾歲 46歲 46歲 好娃娃喔 好 46歲喔 請問 是46年次還是46歲 43年次 46歲 我 平常怎麼樣保養 我 我不是不老 我只是 花了比別人更多更多的時間 才到青年 我們現在不是在演舞台劇 我們 訪問可以自然一點點 沒有 我跟你講他這個人 這支我給你贏 他這個人還有打這個 你看吳大哥 很猛 他是因為很妙的精神 但他平常 還有介紹自己 簡介還有他個人介紹 所以朋友叫他綽號叫做不老林 聽起來就是個狠角色 對 而且他自己寫了一系列的詩 對 那你有什麼要自我介紹 我們聽他講一下 預備 起 有很多朋友 新朋友 常常 跟我勾肩搭背之後 叫我老弟老弟 叫了 好一陣子 後來才發現我 大他十幾歲 大弟大弟 然後要靠運動對不對 要靠歸立的生活 要靠運動 你發一張就有寫啊 給觀眾朋友們嗎 面帶我一下 永不救美 這個就厲害了 來現場散發傳單 他剛才都發給我們 他都發給我們了 你看 還好是發傳單 他要發床單 我們就恐怖了 來來來 傳過去給他 那上面寫的就是他保養 大家講好不要丟在現場 好 那這個 聽說有一次在美國的 BAR裡面點酒 然後BARTENDER還不賣給你 真的嗎 是的 這是幾年前的事喔 那個 那個 那個Waiter 他 他說 我們這一週的這個 法令規定 21歲以上 奇怪 站在你旁邊的頭會昏 你能不能那個 話跟話之間 你能揭秘一點 超說 真的嗎 就不賣酒給你 對 也不要這麼剪短啊 你這麼 嗨 我意思是說講好 剛剛人搶三秒 好笑 然後常常被認為 年輕不夠穩重 不能升官 有影響嗎 以前非常有影響 外觀看起來不夠穩重 感覺是嘴上五毛半是不老 會這樣子嗎 對 會嗎 我們我們的社會就是講究老成之眾 真的 但是我們講實在話 這位朋友是我見過最愛交朋友的人 真的 剛剛也是拿了一堆 一堆 一堆 一堆跟一疊 所以一堆 的這個 你講話還會走音 偶像派主持人 一堆的這種 這個 然後就在廁所裡面遇到我 那我已經站在面壁絲果 突然就說 吳宗憲 你好 你好 他就拿了一張 這個藥文拿住這樣 我說我手在忙 那你手上還要準備哪一些資料 我們看一下 那我叫大家看字是不是 對 注意看喔 這是他特殊的思維 年輕人喔 請說 請問這個字是讀做什麼 牛 豬 牛頭上幾隻腳 兩隻 我來配合就好 你們知道 這件事我很委屈 這隻牛 怎麼只有一隻腳呢 因為它是血的 所以一隻腳 那我們把這隻腳還給它以後 它又變成什麼呢 烏 平 半 一半的半喔 那我們看下面一張 魚 這一字 這個字讀做什麼 魚 魚 豬 什麼動物喔 長了四條腿 還會 跟田 還會跟田 那應該是牛囉 牛啊 牛 那你提出來這個是 有什麼問題嗎 到底什麼動物四條腿會跟田 好厲害 有沒有觀眾知道 什麼動物長了四條腿 還會跟田 牛 是牛啊 是牛 是牛 真的是牛啊 這個字喔 這個字才是 魚啊 怎麼看呢 魚頭 魚尾巴 魚骨頭 游泳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游的嘛 就是這樣子游的 你本身有沒有看過心理醫師 掌聲給他鼓勵 這是我們林順松先生 好 再來是我們第二號 我們來介紹的是 鍾 姓琳小姐 鍾姓琳小姐 是從哪裡來 台灣桃園人 台灣桃園人 想到我住台北 美國桃園耶 家裡住台北 在台北 我還住過美國的雙向園耶 對不對 這是桃園人啊 你目前是從事保險業喔 長得很漂亮的鍾小姐喔 鍾姓琳小姐 一 二 三 大家好 好年輕喔 好年輕喔 真的小校年輕 大家來猜猜看 同學你們覺得她幾歲 對…有點像那個 好像喔 錦… 錦文秀錦有沒有 錦文秀錦 對… 但沒有啦 你沒有她厲害 錦文那個牙好像隨時射飛鏢出來 你的不會 那個 美琦你覺得她幾歲 我覺得30出頭嗎 30出頭啊 有概念喔 我們聽聽 妳今年櫃根 3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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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這不像耶 這其實差不多啦 真的嗎 沒有什麼令人震驚的感覺 她也是 其實她看起來好年輕喔 參加母姐會的時候 人家都會以為 妳姐妹一起來啊 有過這種現象嗎 對 那個老師常常都說 欸 姐姐來了 那是因為小孩長得很兆勞嗎 因為…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講話呢 真是不懂事 是她裝可愛啦 欸 老師 對 沒錯 我都穿短褲 唉唷 然後曾經被退伍的小男生追 真的嗎 對 大概21、22歲吧 21、22歲 身分證一定要每天戴在身上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不相信啊 都把我搶去看 然後到什麼KTV裡面去唱歌 人家都要看妳身分證 妳是時間一到那個 她馬上進來要我身分證 拜託 連我進去都要看身分證 她就把我趕進去 妳進去都看身分證 我那麼紅 對 她主要 我進去她也要看身分證 真的喔 她主要要看佩友蘭 對啊 真的耶 我也想看耶 是受不了那女生 我說我還不能進去 妳見妳個大頭鬼 她為什麼不能規定 她一拿過來就開始喘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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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信義路 真的是這樣 然後我還去搶她 還我嗎 姐姐 好噁心喔 像不像那個 像不像那個古代喔 後花園 對 跟皇上在那邊 皇上在那邊玩 皇上不要嘛 皇上 憲哥 請她把帽子拿下來 對對 帽子拿下來 因為好熱喔 我也想看 啊 欸 這樣看起來就比較年輕啦 更年輕耶 天哪 都是帽子害了你 蛤 這個帽子啊 沒有啦 這我不太適合 那我 你也不用丟吧 你怎麼丟定下來 帽子是製作單位的 沒關係 真的嗎 人家還要特別幫妳們 裝扮一下每一位 這是我們2號 掌聲再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來 接著下來是我們的3號了 注意 陳連芳先生 請問閣下是從哪裡來的 台北 台北市人 目前是一個神聖的工作 好 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 我們來看看陳連芳先生 1 2 3 哇 哇 哇 哎呀 來來來來 什麼啦 是我們的校長 陳先生你好 我又不得了啦 我們這個陳先生呢 目前是擔任什麼樣的工作 教師工作 喔 教書啊 他是老師喔 對啊 這厲害啦 老師好 老師好 我比較不敢 你們來猜猜看 覺得他應該幾歲 應該412吧 對啊 老師都不會太年輕當老師 那不見得喔 教國小啊 都有啊 對不對 那你覺得他幾歲 大概35吧 35 謝謝 謝謝 哎呀 還假裝在那裡謝不謝的問題 您說了三聲謝謝 那起碼有50歲 大便啊 我說他剛剛妳講30幾 35 他連講了三聲謝謝 每一個謝謝加5歲 應該是50歲 50歲 50歲不可能吧 嗯 這就厲害了 好 不管怎麼樣 我們現在不能夠講出來 到底有什麼問題啊 那聽說有女學生會暗戀你 同時寫過情書給你 唉唷 這種話是老師自己親共說出來的嗎 唉 誰這麼叛逆啊 站出來我們喬喬可憐 好 不過 不過你要保證我回去 不要被我太太打喔 不會不會不會 不要這樣說 你太太就是你的學生嘛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一定是曾經喔 師生練 然後把那個學生就取回家 是真的嗎 嗯 好 那個有學生確實有寫信 放在我桌上 但是 但是身為老師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後來 求證哪一位學生之後啊 把他送到輔導師各府輔導師 太過分了 太嚴重了吧 對 老師啊 應該是退學算了 你就做辦法信收下就好了 對啊 你為什麼不直接扭送警局 注意啦 我們請老師來講講 老師今年幾歲 講真的啊 嗯 五十歲 五十歲 不會吧 這位娃娃蓮老師 真的已經五十歲了嗎 實在是看不出來 我四十六歲 臉上穿著動 比年輕人還哭 二 三 四十六歲 天啊 這個臉好像被圖丁 跌倒 鋪到圖丁的桌子一樣 你臉上總共挖了幾個洞 對 講真的啊 五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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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怎麼可能 唉唷 然後就說 有些人說他跟他女兒看起來像情侶 有嗎 有過這樣的案例嗎 是有啦 是 真的啊 這是我們三號老師 再次掌聲給他鼓勵 謝謝 老師很棒很棒 好 再來是我們四號囉 注意喔 嗯 四十六 三十二 五十 再來這位更恐怖啦 游季婷小姐是吧 游秀婷 注意喔 他是銀行的香禮喔 長得很可愛喔 平常穿著也是非常的可愛喔 今天算是穿的比較老陳喔 注意 游秀婷 一二三 讓我 好可愛喔 真的很可愛喔 好可愛喔 妳真的是銀行香禮嗎 我們先把這一點 要是 我是 我是銀行香禮 妳今天爬到銀行香禮這個位置 是平實力還是那銀行根本就是妳家開的 有些地方是 妳也知道人要往上中 是要犧牲一下 你在什麼表情裡 對啊 太過分了 那妳來解釋一下 可能跟長相有關吧 真的嗎 沒有啦 我覺得努力很重要 努力很重要 加上一點姿勢 那妳的 能不能瞭解一下妳的三圍 沒量過不知道 沒量過是吧 對 我不只沒量過還有一點沒良心 我幫妳目測一下好不好 33D 差不多 差不多 妳這樣我就不好意思了 這樣以後客人去他們會不會說我要找33D一吋錢 對啊 不會啊 她可能會派一個65F的來找妳 好 請問今年貴根 29 29歲 曾經跟年紀比妳小的人交往 真的嗎 對啊 小很多嗎 小大概45歲 小45歲 那一切都被妳掌控在妳的手上 妳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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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妳的穿著都這麼年輕嗎 因為平常我們是穿制服啦 那星期六的時候 那個我們銀行附近的那個店啊都會說 那邊有個辣妹鄉旅 啊 我已經被封為那邊的辣妹鄉旅了 對啊 因為我們都很期待星期六我穿得很美麗的衣服 那妳去上班就是穿這種衣服啦 欸 對 也會帶著 就穿這麼俏皮這樣子 對對對 好 這應該給她掌聲再鼓勵一下 耶 辣妹鄉旅 辣妹鄉旅啊 不得了 妳剛說幾歲我們再記憶一次 幾歲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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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 到底他們當中哪一位在說謊呢 我們等一下依依跟你們揭曉啊 接著下來是我們的五號啦 五號 五號也是娃娃臉嗎 呃 沒錯 是 是娃娃吧 不如這樣好了 他是娃娃腿的 來個倒妝劇好了 我告訴你 他今年 請問 你今年幾歲 46 什麼 46還穿著打扮這樣 新興人類 46穿這樣出門 麥克舟 大家可以知道 妳的小孩有沒有這樣子看到妳 麥克舟喔 你怎麼樣克服這個心理障礙的啊 你們要不要讓他拿下手都痠得在抖了 妳是哪裡人 台北人 台北人的麥克舟 他說他46歲 你們對一個46歲的人有什麼期望呢 你的父母親坐在你旁邊跟你一起看電視 Watching TV together 你覺得他也是一個46歲的人 但是他卻是那個樣子 他卻是這個樣子 沒有這麼懸疑啊 沒有這麼懸疑的 大家注意看 1 2 3 哇 哇 46歲 天啊 這個臉好像被圖丁 跌倒 鋪到圖丁的桌子一樣 你臉上總共挖了幾個洞 該可以給你們看都給你們看 不能看就不能讓你們看 沒有沒有我說臉上啊 我們說臉上好不好 你打算拿什麼給我們看 16個 16個洞 1 2 3 1 2 3 4 只有4個啊 這邊有3個 這邊還有9個 6 7 8 9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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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憲哥你看他這邊耳環全部拿下來 耳朵好像油票 哇你這邊能不能我們看一下 哇哎呦 你看啊 好像油票喔 哇那這邊也貼了一堆啊 好厲害啊 注意看喔 麥克周先生日常生活要怎麼樣 我覺得任何事情呢 你習慣就好 然後養生要從年輕時候開始做 然後等你年紀大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是一種很習慣的問題 就不會覺得是一種累贅 比如說穿洞嗎 我這個洞已經很久沒穿 我這十幾年前穿了 今天為了錢 我好缺選喔 十幾年前那時候還沒有人在穿 對啊 那時候有穿洞的一定是 這邊還有一個洞 這邊還有一個洞 對啊你看這邊洞 這十幾年前很少人穿洞對不對 以前十幾年前有穿洞的 一定是牛啊或者羊之類 才有在 出國會很麻煩嗎 出國 因為我比較愛旅行 所以我每次出國會比較麻煩 海關會看到我的護照以後就會懷疑 所以每次他都要拿出第二種證件 所以你看46歲 注意啦 46 然後你幾歲 29 50 50 32 46 46 32 50 29 46 Ladies and gentlemen 現在呢 就讓我們現場幾位特別來賓 大家一起來猜猜看 他們當中哪一位說謊 就是這樣子啦 這個邏輯很簡單 他們有一位說謊 到底是哪一位說謊 請選擇 開始 到底哪一位說謊呢 說謊的人你就投給他 46歲嗎 32歲喔 50歲喔 29歲 46歲喔 到底哪一位說謊 對 陳小春毫不猶豫選擇了29歲的 我們張美琪選擇了2號 我們的HOMEBOY選擇的也是2號 我們的大名 中間選擇是4號 大名選擇是3號 好選擇完畢 江美琪選擇幾號 2號 為什麼 我剛剛問他年紀的時候 他有點遲疑一下 有遲疑啊 遲疑一下 你不是從外表來判斷 你用他遲疑來判斷 可是我覺得 知道自己的年齡的話 應該很快就會講出來 可是他有點遲疑 對 時間反應 那不見得啊 有7歲有10歲啊 好 大便啊 大便啊 我選給3號 就是老師 化學老師 對 我選給老師 純粹是因為他說他50歲 這個整數聽起來蠻假的 欸 哪有人會整數 小時候也有51 52 聽起來比較自然 應該是多少比較實在 我只能告訴你們啊 相差的至少有5 6 7 8歲以上 5 6 7 8就已經太廣了吧 到底是5還是6還是7 差很多差很多 雖然50這個數字很假 我是因為50這個數字很假 還是選他 但我還是真的覺得他應該50 所以我剛剛也猜他50啊 是 所以我現在陷入一種矛盾 不知道該怎麼辦 沒有 你如果覺得矛盾 你可以拿牌子敲自己的頭看會不會痛 HOME BOY HOME BOY 我還是投給第二號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32歲其實沒有老到哪裡去 那我們也沒有那麼驚訝 我們沒有那麼難相信 所以他一定是 說更大 更大 好聰明喔 比如說他今年已經95了 然後他說他32歲這樣對不對 我猜的 你猜的是 你猜的是 小春 我覺得他一點不像29歲 所以你猜4號 對啊不講幾號 真的 你很妙耶 4號一點不像那個29歲 為什麼他發育很好啊像啊 我覺得他比大應該是30多歲 好過分喔 你很傷人耶 為什麼 憑什麼這麼說 那個就是感覺 感覺很成熟像30幾歲 對啊 對 所以你覺得是 他在心裡一定很難過 你覺得是他喔 覺得是他 不管 忠貞覺得是幾號 我選4號 你也4號 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是銀行的鄉立 我覺得 他不是很穩的那種感覺 就是比較小朋友的那種 就是隨時會被銀行FIRE那種 是不是 他不是很穩 好傷人喔 不是他的年紀看起來沒那麼大 我覺得他應該比較年輕 真的嗎 好 這是他們的答案 到底哪一位才真正是說謊的人呢 跟他實際年齡是不一樣的呢 我們現在馬上要揭曉 要揭曉囉 注意 到底哪一位說謊 請揭曉 來 到底哪一位說謊啊 是這位46歲的朋友呢 還是32歲的小姐 或者50歲的老師 29歲的主管 29歲的主管 還是46歲的這一位呢 大家快點來猜猜看 到底誰的年齡是謊暴的 廣告過後馬上回來 王力宏 金曲歌王的至聖法寶 我的舌頭會轉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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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3 3 3 2 3 3 3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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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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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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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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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她是自願拿海報的 她雖然來見你已經興奮好多天了 海報把我弄成跟衛生紙一樣 來 現在跟媽媽講講話不要害怕 她幾歲啦 她膽小 她幾歲 14歲 才14歲 對 今年生活 不要害怕啦 幹嘛那麼膽小 媽媽那麼年輕應該感到很光榮 對啊 看起來 難怪好像參加母姐會 而且你還是她姐姐 沒那麼猛啦 活潑一點 那麼穩重 反正媽媽這樣 好不好 妳要活潑一點 妳才14歲 好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最年輕的 不是 說謊的是她 但是她實際年齡有40歲 真的看不出來 完全看不出來 我們掌聲再給他們鼓勵 謝謝 我們其他的 我們還是要了解一下 像我們3號老師 不得了耶 老師真的有50歲 老師你真的50歲啊 今天有這個夫人有來嗎 我太太跟我跟我大女兒一起來 唉唷 來來來 歡迎他們兩位 是不是跟我們揮手 我們看一下 唉唷 夫人很擔心 來 到前面來一下吧 老師的女兒有沒有來啊 老師的女兒啊 來來來來 歡迎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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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她看看 唉唷 是是是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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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怎麼看起來那麼年輕啊 她平常在家裡心情都很好嗎 還是怎麼樣 她比較 她吃的東西我都精心的調配 妳要精心調配過 對 哇 真溫暖耶 妳平常餵她吃什麼 沒有 她吃東西比較那個 炒青菜她說她不要加鹽巴 然後餵素她也不加 那妳也都是 我們 像我們家我們都是餵寶祿 妳都是餵 她老師比較喜歡吃魚 老師吃魚 吃魚會聰明啊 對 老師喜歡吃魚湯啊 但是主要是她看起來那麼年輕 妳會不會擔心有女學生又愛上她 不會 因為她說 她告訴我說她只愛我一個人 哎呦 老師啊 哎呦 老師啊 哎呦 老師妳怎麼這樣花言巧語 老師很會講話喔 但是師母也很有把握 開玩笑 把自己搞得跟小龍女一樣 還穿小禮服 對啊 穿沙的 平常在家裡的睡衣 你們還沒看過咧 我跟你講 通通全部樓空 雷絲的 讓大家方便過來 這個很厲害啦 所以我們老師的這個 取到這個師母 他們非常的恩愛的啦 老師每天都跟我說她愛我 師母不要再炫耀了師母 好浪漫喔 你看這所以人家說的 少年夫妻老來伴嘛對不對 將來這老了以後就是要做伴 但兩位看起來永遠年輕 看起來好年輕 連兒子女兒 看起來都像你叔叔伯伯啊 可是憲哥好誇張 妳也稍微保養一下 這麼少年 演練整組都害了 那我們最 最棒的這位是我們 真的46歲啊 你現在突然間反應過來沒有 你46歲怎麼會這麼Fashion呢 真是 走在時代尖端耶 真是 因為我過去的工作跟美有關係嘛 跟美有關係是吧 事實上她在過去來講 是台灣非常有名的一位造型師 我這樣講你爽嗎 只要你爽就好 是 所以今天每一位都是冠軍 但選出來成為2號 所以我們這個 來回機票 正成為香港台北來回機票 2號 恭喜恭喜 再次熱情掌聲謝謝他們 馬上進了我們下一單元叫做車 大家來演戲 來 3 2 1 這個就厲害了 大家來演戲 造就了非常多的巨星啊 像我們小S不得了 現在人家開始找你拍電影 人中天后 對呀 他都叫人中天后 超級全中華民國台灣城 只有他人中能演戲 他可愛是那個嘴唇 要外翻的時候 他必須要經過那個牙套 其實我上面算過很多是要 真的喔 會受傷 你是不是都爛掉了 會受傷 會刮傷嗎 不會的節目其實很大 會刮爛啦 所以你看這個真的是 讓人家覺得非常佩服啦 還好啦 演得好 謝謝 但今天來到我們現場這幾位 覺得不是簡單的傢伙 第一位要演的就是大面 他以前戲劇科的 對 我們都是念戲劇的嘛 對不對 他要演的是這個 或者是這個喔 甚至是這個 那是固體耶 對對對 而且很抽象耶 他們是物體 但是這個是一個抽象題 他可以用他的肢體去表達 好難喔 我們來看看大餅演的是什麼 Action 我們來看看戲劇科出生的大餅 如何演出肥皂 或者沐浴乳 還是牙膏呢 Action 好厲害 好 好聰明喔 這個演得太好 這根本是送分題的嘛 對啊 好 你們四位要讓你們研究一下 給你們三秒鐘了解 四位給我們一個答案 開始 研究一下 好 HOME BOY 什麼答案 應該是中間 沐浴乳 中間是嗎 就是沐浴乳的意思 沐浴乳 一擠就擠出那個嘛 沐浴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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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還不錯 謝謝 我們的英文也還 學人 沒有 幹嘛 你們要聽誰互相巴結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不是沐浴乳 正確答案就是沐浴乳 大餅一真行啊 還用水來輔助演出 來達到沐浴乳的效果 不錯唷 剛剛那個好奇 沐浴乳跟沐浴乳 然後打開我就夜 就在那裡 大餅真的很有創意 對…好有創意 你還會懂得說這樣擠壓擠壓 那牙膏 你是不是要從後面擠什麼 牙膏 大餅預備 去 從沐浴乳的牙膏地 好噁心 好噁喔 大餅你好厲害喔 好噁心啊 很噁心啊 我哪有動啊 我是直直的吐出來而已 好不好 真的你能不能擠出來還要螺旋狀的 我還擠出來三四 你覺得什麼 那不是雙喜靈 肥皂給他演肥皂了 他真的很有創意 對…肥皂…小村能不能演一下肥皂 你幹嘛嚇跑啊 嚇跑 我也會演那個…那個… 牙膏出來的 而且也會轉一個360度 真的假的 來來來 香港來… 紅包一杯 開始 哎呀 好厲害啊 怎麼會這樣子啊 你怎麼弄的啊 嚇到我了 你舌頭還要旋轉 我再看一次 好厲害啊 舌頭可以旋轉耶 那會不會是一舌啊 這個很危險 喜歡在家裡不要亂來 這誰將來 誰將來嫁給他誰幸福啊 預備 起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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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根本不是牙膏 那是那種有沒有 蛋糕上面擠奶油 會擠出花來那種 他那個舌頭出來喔 我們正常出來 頂多是這樣 就不得了了 他是出來 想不到王立華還有這招耶 而且不是180是360 你好有才華喔 而且我還會填自己的鼻子 跟下巴 試試看 填到自己鼻子喔 預備 起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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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下巴 下巴 預備 7 哇 他有先針啊 好厲害喔 舌高針動 這是我們的優質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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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優質偶像 广告过后大家来演戏 还有更多艺人的绝活 千万别走开哦 看过《我猜》节目的观众 一定还记得 这位21岁的青年 却被困在八岁身体里的 中国红 他回来了 进入演艺圈的第一部作品 名侦探 郭南 好 接着下来这道题目的戏 由我们这个新人来演出 小妹 这道题目实在是有够难的 但是以一个新人来讲 他叫他讲话他都有点困难 还叫他演这种题目 太承认了 恐怖哦 演这个哦 或者是千古不变这三个字 甚至是本这个世纪 第一天王的歌曲 有你的日子 你我会想你 对对 所以有这三位了 到底他演的是什么呢 请大家来猜猜看 江美琪 Action 江美琪 看你如何用眼神来说出 我想你 我爱你 或者我要你呢 Action 太痛了 演的算是蛮普通的 好 我们给你们三秒钟的时间 让你一起来猜猜看 请开始 好的 告诉我们到底他演的是什么 来 小春在发言 我要你 他妈咬你啊 我要你 我要你 你看台湾那么久中文都没进步 我要啊你 还会转弯的 我要你 我咬你是吧 我要你就对了 我们看看到底答案是不是 我要你 江美琪 你演得不错哟 拼命用眼神去勾引别人 仿佛在说着 我要你 我要你 你快点过来啊 没有 没钱啊 蛮可爱的 还算不错啊 这位新人呢 像是受到大家的责任 对 歌声很棒啊 谢谢你 又唱得还很好 到校园演唱会里面啊 有时候唱到我前面啊 我都一听 诶 是谁的声音可以唱得这么棒 很嘹亮 谢谢 没想到我要你 你还能要得这么严重啊 哈哈 那我们再来试一个看看好不好 我爱你 就这么简单的 我爱你啊 有没有办法 忠贞请准备 好 一杯 你来啊 我爱你 一杯 开始 跟刚才还不是一样啊 什么两样啊 这才是真正的我要你 自然的反应 真的吗 可是 让你们看一下 什么叫做我要你 I want you 追 小S 我啊 不是像中间前派吗 你爽什么 他一直往后退 就是你啦 什么我要你 music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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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挺胸哦 哇 哇 哇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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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看到 我们这个小S 他每次表演这种类似这种 真的是铁效果 对啊 观众有一集没看 就觉得今天很难过 真的好厉害 哎 表情一买出来马上就觉得身上穿的是蕾丝睡衣 不错 第二道题目也是答对了 现在看第三道题哦 就是关系到一万块钱的奖金了 来 第三道题目是我们的偶像 雍质偶像王力宏耀的表演 我这个很厉害的 而且他这个题目啊 直接公布出来 实在是太难了 对啊 整人嘛 还有演的呢就是什么呢 啊 就是这个 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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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看嘛 害我们都不好意思 你陶醉太久了你 你干嘛一副 你干嘛演我想你那一题啊 还在怀念 好注意啦 我们现在看看Homeboy 演出来到底白色粉红色还是紫色呢 Action 这题是颜色题 每个颜色的感觉都很像 看王力宏如何来分辨呢 Action 掌声咧 另外一种表现方式 他竟然会用这种芭蕾舞来表达 挺聪明的 好聪明啊 好现在让你们来思维一下 三秒钟 开始 好我跟大家提示一下 他刚演的是顽皮豹 好 可以准备开始来猜答呢 是粉红色还是白色还是紫色 白色 白色 确定是白色是吧 你怎么看出来的啊 他跳不累啊 对啊 虽然精怪怪的 但是应该是芭蕾吧 芭蕾 白色芭蕾舞衣的意思是不是 对啊 我不了解 因为大部分芭蕾舞衣都是白色的嘛 我们一般对芭蕾出现的 但小酷酷都是粉红的啊 真的啊 他是应该演那个天鹅 那个 他发演的天鹅 就是天鹅浦啊 白色的 对啊 应该是 应该是 好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到底是不是白色 很可惜 人家王力宏演的可是粉红色哦 不过王力宏跳起芭蕾 一定让人联想到白色的嘛 应该不会真的演的是玩皮豹吧 你演的是玩皮豹吗 你演的是玩皮豹吗 你跳芭蕾舞的女孩子都是穿粉红色嘛 白色啦 白色啦 你会认知不同 是吗 那你演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女孩子叫芭蕾舞啊 可是你明明是男的啊 演 不是 不是 对 因为女孩子才会那个 才会这个 对 男孩子才要 男孩子也有 可是人家有 我们以为你跳天鹅 只有Michael Jackson 对 是吗 结果你是粉红色啊 对 你演粉红色啊 我演粉红色啊 真的看不出来 如果是很难啊 你如果粉红色 你应该让人家更清楚 因为芭蕾舞的里面真的穿粉红 你应该演员 我们心机太重了 对啊 真是的 那如果是紫色 这个很难 紫色你会不会 紫色就憋气到憋發 憋到脸發 試試看 这个在十秒钟 太难了 你先憋嘛 我再帮你计时 开始憋 一百 五十八秒的时候我们才开始 七 还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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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啦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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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还是会猜粉红色啊 对啊 所以我其实很高兴 有 不是 这个话题的 不是紫色的主题 对 没有关系的 你们这题答错了 现在一万块钱奖金没有 对啊 大家就怪他啦 找他要啦 你多卖几张唱片 分一点钱给他们 活得比你苦多啦 你那么惨 他们哪那么惨啊 好 热情掌声过来 谢谢他们两位 谢谢 每位演的都非常好 但是在我们节目里面啊 我们是一个高收视的一个节目 我们要不断推陈出新 有更新的单元啊 让观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接受 对 现在我们又推出来一个新的单元了 真的很惊人 很惊人 很恐怖 过去在我们节目当中 曾经出现人不可貌相那位 你已经很大的回响 中国红 还记得吗 记得 他太猛了 改变我的一生 只有身高117公分 看来像8岁小孩 而且他个性非常活泼乐观 这一点是我们大家所要学习的啦 真的 而且他今天带来我们节目当中 已经扮演一个固定的班底角色 对 嗯 他演的角色叫做 一名侦探 抠男 我们一起来欣赏 来 在都市的边缘 黑暗的角落里 不时有人犯罪 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一位 名侦探 抠男 coming soon 在都市的边缘 黑暗的角落里 不时有人犯罪 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一位 名侦探 抠男 中博红 外号抠男 21岁关系客家人 抠男侦探社社长 丁宁23岁 三位澳人文明国际女警官 犯案无数 无凶器杀人事件 一个潦倒的作家 沉湿在密闭房间中 死因为 被约十公分直径的盾气 重击致死 警方唯一确定的是 没有人离开过现场 而且凶器一定还留在屋内 虽然 现场找到两名可疑嫌犯 可是 却又找不到凶器 于是 他们只好找上 名侦探 抠男 你看 好久没有洗头发了 你管家还没洗膜啊 没 没 没 奇怪 真的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法律说 职者是被十公分直径的重物壮殖致死 是现场 东西都没有被移动回现场 所以前一半你要用吗 有两个前一半 肉精科队 甚至身上都没有带凶器 带他们过来看看吧 这两个都是嫌犯 可是我在他的包包里面 然后这一个 现场可疑的嫌犯有 死者的表弟阿文二十岁 死者友人小胖二十二岁 身上藏有铁锤鱼尸 上面有血迹反应吗 咦 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边呢 我不知道啊 我表哥叫我来喝酒 我就喝喝酒 我不知道 那你呢 我只是来打麻将啊 打麻将 我讲他们就帮我排马 哦 五人麻将 我已经知道杀人犯是谁了 他身上只有一个凶手 就是你 为什么 他身上没有任何凶器啊 凶器就穿到他身上 为什么突然认为凶手是他的 他到底用什么样的拥剂呢 来 好 有没有注意到了 现在抠男啊 反正身上有一个狼头的人啊 他认为不是他 对 没有狼头的人就是你了 就是他表弟 凶手就是你 别以为说你喝了酒 什么都不知道 酒后失身 比较自然哦 所以 就是他可能有酒后行凶的可能 这个你了解吗 蛤 我们已经猜到答案了 对我们已经猜到了 所以才很高兴 好的 现在我们马上要把我们的镜头移向白沙湾 那边关了五只 我们来自各国不一样的 感觉的人马 请告诉我们 白沙湾不是吗 是是 有答案的请立刻到前面来做答 有答案的请立刻到前面来做答 鞋底 鞋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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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ties 蛤 而且他长那么大我还是听不懂啊 鞋壳 挺接近但是不对 对不起 不對 關你們什麼事 好 再來是大名 有答案請出來 告訴我們 你的答案是什麼 我覺得喔 就是他的 手是 大概是褲子還是襪子吧 因為呢 因為他說是直徑10公分的 那很像那個酒瓶的平地 所以他是喝酒的時候用衣服 或是襪子包住酒瓶然後就把它敲死 然後再把那個衣服穿回去 他這個答案還有一點可能性 但是也是不對 請回 好 再來美琪 HOMEBOY知道了是吧 來 HOME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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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話讓我太傷心了 HOMEBOY HOMEBOY 他有一個答案 一隻腳 這是假的 還好 他拿下來是 晃晃晃 打到那個人的頭 他的腳是一隻就 他到底是一隻 非常有創意的答案 但是答錯 五個人通通答錯那是太白癡了 來 趕快研究一下 好 我覺得他應該是用皮帶拔的類型 他就是 你是新人 他要扭轉劇情 能不能稍微有創意一點的劇情 好 他應該是把這個木棍藏在襪子裡面 然後把它敲起來 木棍 為什麼可以藏別的 我覺得應該是木棍吧 堅持是木棍 對 好 答錯 來 五位請 五位請就定位 對不起憲哥 這個乾冰到底是根據什麼噴呢 對啊 很奇怪 他有隨性就天外飛來一噴 那個就突然間 電壓不穩他就噴了 好 五個人通通答錯 現在有沒有其他最後一位 你們集結出來 覺得說最有可能的答案 為什麼另外一個人是沒有手的 沒有手啊 因為他在國中的時候不想出車禍啊 沒有沒有沒有 可是一定是有原因的啦 我也覺得 因為那個兇手 他怎麼會猜到是另外一個人 因為他有手 另外沒有手 而且那個沒有手 沒有手帶狼頭幹嘛 欸 怎麼帶啊 所以他說 他帶著防針啊 他說是另外一個 好啦 我想你們沒有理由啦 現在已經正式進入被告了 正確答案你們看了之後 一定要心服口服 好不好 否則我們就一起吐口水 吐向那邊 好 好想吐喔 這是我們的製作人 我們現在開始累積 看 現在開始累積 一邊看答案 一邊準備口水 觀眾朋友也可以準備口水啊 吐在電視機上 預備 解答 來 這位寮寶的作家 真的被這些隊友的表弟殺了嗎 如果是真的 那麼他又是用什麼方法 置這位作家於死地呢 廣告過後 馬上告訴你 來 正確答案就是 歹徒利用襪子作為凶器 這次我是一個 凶器就穿到他身上 為什麼 他身上 沒有任何凶器啊 前半就是穿襪子 放在這邊拿掉之後 他死者敲死 毒的 誰讓他讀書不還錢 原來歹徒就是利用襪子裝入麻將之後 形成一個直徑約十公分的鈍器 然後再利用此凶器對死者頭部示意重擊 所有消失的凶器就是襪子 您猜對了嗎 好 Machine 我有意見 有什麼意見 如果那個人把襪子穿回去 他襪子一定都是血 因為是 他走路一定會怪怪 至少會這樣子吧 我覺得很不舒服 對啊 他可能稍微有整理過 或怎麼樣 還拿去先乾洗 別對不是這雙襪子 還是燙過 他送去太力乾洗 所以你看上面 這個麻將塞進去之後 變成十公分直徑 剛剛我是不好意思 這個影片會不會太殘忍啊 對 所以他就把它敲到最後掛點了 憲哥我猜滿接近的 只是我以為他包的是九分八 我以為是排尺 你猜得比較接近 所以你跟姜美琦換一下位置 對 了解我意思嗎 中間 能夠噴得比較集中 好不好 好 懲罰開始 好可怕 掌聲鼓勵 謝謝他們 好啦 請回寶座 這個就是我們一名偵探摳男 來來 大家一起到前面來 給大家動動腦筋啦 可以稍微思維一下 不不不 多年的痛風都好了 是是是 一起到我們前面 今天再次感謝我們幾位特別來賓 謝謝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繼續回到我們的 我猜 我猜 我猜猜猜猜 下個會 謝謝 謝謝大片 謝謝福伯 謝謝Jeki 謝謝中蓁 謝謝美琦 謝謝小春 謝謝 太棒了